我们要来看教会的组成 教会的组成 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教会的组成 我们要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11到22节 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 或者小雅细雅那些教会的一封有系统的信 他从鼓励以弗所教会或者小雅细雅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 之后就介绍我们信仰的最主要的内容 我记得有一次在这边跟你们分享五福灵门 那个是我们信仰最主要的内容 你需要把它背起来有五个神给我们的恩典 如果你常常记得这五个恩典 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软弱 你不会软弱 你偶尔软弱下去就几分钟就几十分钟 就几个小时你就站起来了 因为那个五个恩典保证我们一直活在基督的里面 保罗并为他们祷告 到了第二章保罗就提到一个人是怎么样出始入生的 他是怎么样进到神的国度 以后就来到我们今天所看的教会 教会是神的国度 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 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缩影 教会也是人在地上得以掀藏天国滋味的地方 到底天国是怎么样的情形 圣经上并没有讲得非常的仔细 为什么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的思想 够不到那个范围 你知道要像一个够不到范围的生物 讲一些能够明白的话 对他来说是不太有意义的 我们就是受限于我们脑部的容量 以及我们的经验 我常常在想 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 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 很多的事情 不是你想知道你就能知道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 不太能够明白 到底天国是怎么样的状态 因此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 虽然有一部分提到天国的样子 或者将来新天新地的情况 可是 我相信那些描述 等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 和我们最后得着的 或者我们到时候会经验的 有天壤之别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 很多事情我们不能了解 地上的教会 略略的可以彰显天国的一些特质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部分 如果你对天国不太有兴趣 那当然你今天就不会对教会有兴趣了 不会想参与 其实对教会没兴趣 对天国没兴趣的人 不会想在教会里面参与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我 我知道 我们当中一定会想知道说 将来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大概是怎么样子 我们可不可以预先看一看 预先尝一尝 或者说我得救了 我在地上要怎么样生活呢 是不是还是跟以前一样 很多人在信耶稣的时候问我 信耶稣 进教会 是不是信耶稣的条件 我说不是 不过 进教会 却是 信耶稣之后 必然的结果 结果 就是不是条件 但是它是结果 你不需要进教会 你就可以信耶稣 可是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很难不进教会 主要的是 你不能体会 到底什么是 属神的生命和生活 所以 当我们想要明白 将来天国的样子 我们不能不了解教会 如果你要了解教会 你就要实际加入教会 实际参与教会 为什么呢 否则你还是不了解教会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于地上的教会 我们会以为它是 真的很美好 我必须很诚实地说 真的很美好 但 真的是不完全的 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即使在教会当中 我们还有很多老我的罪性 会表现出来 我告诉你 你的缺点我不能碰 对吗 那我的缺点你能碰吗 你不碰啊 你不知道这个人真的很软弱 他的地雷 你一踩他就爆掉 我告诉你 不是你的地雷 我不能踩 我的地雷你也不要踩 因为一踩就爆掉了 你看人多软弱 你说信主了四十年五十年 还是这样吗 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说 是这样 我们还是很软弱 我们会有骄傲 我们会有嫉妒 我们会有纷争 会有不和 会有私心 在教会里面 背后说人的 无亲情的 不解怨的 那这都是圣经所说的 不是我要下你 不过 将来到天上 会有一个完全的天国 不过在地上的教会 我们还是要参与的缘故是 我们可以从地上的教会的 那个美好的 那个付出的 那个彼此接纳的 略略看出天国的样子 天国的样子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从教会所看到的 能够稍微明白天国 不过 不过 其实教会也是很不容易明白的 特别是新约以后 一些描写教会的经文 或者描写教会的状态 我们都不能够 很准确地把教会描写出来 我们只能说 它里面有某些特质 有某些特性 我们却不能像研究科学一样 归纳出一些数据 做很精准的描述 晚近这六七年来 我们每一年要到十个国家 最少去讲道 去服侍他们 因为有一些人在那边服侍 我答应他们要照顾他们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间 就稍微少一点点 那我更多的时间在服侍 服侍他们 那从2010年开始 因为有人一直在问我 说李长老 你都不顾我们教会了吗 我没有不顾 我尽可能 但是因为我从2010年开始 就领受了一个特别的服侍 所以我就也跟各位讲 我在不再领教会的供给 我没有领教会的薪水的缘故 就是因为我希望 没有亏欠教会 我只要回来 我一定在这边服侍 可是我在外面的服侍呢 在欧洲 美洲 亚洲的服侍呢 感谢主的恩典也 让我们做一点点的服侍 我因为一年要到十几个国家去服侍 我就发现每一个教会都完全不一样 我告诉你 那个本质一样的真的很少 那个外显的不一样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你不要说从敬拜的形式 从团契的模式 我去年 今年年初三月去了印尼 我从来没有想到 印尼的华人教会是这么的 这么的 这么的荣耀 我这样讲 台湾的已经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我到那边的时候 我才发觉说 难怪唐重荣牧师在印尼 他可以服侍这么多亚洲甚至美洲欧洲的华人 原来他们的教会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原来那边的教会像唐重荣牧师这样的教会有很多 不是很少 有一次我进到一个教会里面去 教堂里面去 它是十八个分堂 二十几个分堂 那个分堂我一进去我吓一跳 他们买了基督教科学会的建筑 那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基督教科学会 那个是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一个机构 但是它是异端 它不是正统的教会 基督教科学会 哇 他进去那个大楼 我说我不晓得像这样 像这样子 大门进去之后 有两个电幅梯 两个电幅梯 然后这样上去 然后中间那个大的楼梯 像皇宫一样从上面下来 我说这是教会吗 这是教堂吗 然后上去楼上一个平台 还伸展进去 结果还要再坐电梯上去 那电幅梯啊 像百货公司一样 我说哇 这么大 你看有这么多荣耀的教会 有这么多不同的教会 可是你也曾经到过 或者我也曾经到过一个教会 就小得不得了 小得不得了 那个教会小到就大概我们这里 就大概就我们这里而已 然后呢 一出了教会 外面就乱七八糟的 然后有很多那个主街女郎 站在那边 我就跟她说 你们不能搬到别的地方去吗 你们一定要在这种地方吗 她说我们找不到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钱 我们只能在这里 后来我想想 我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怎么会想说 你们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呢 在这边不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吗 你看 人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是很特别的 而教会有各式各样的样子 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不完全 可是教会在地上的确彰显出神的某些荣耀 教会不容易明白 但是教会在地上有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 以福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我认为是相对来说 比较清楚描写出教会的经文 在系统神学的教会论上面 神学家根据经文 有系统的把教会阐明出来 说明教会有几个特质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把今天这段经文 放在教会的第一个定义 他们会讲说 第一个定义是什么 什么 什么 第一个定义 第二个定义 第三个定义 可是他们不会把我们今天这段经文 放在教会的第一个定义 可是我从牧养的角度 以及从教会实际的生活 我认为这一段所描述的教会是最真实的 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最可以执行的 这就是什么叫教会 我们一起来读以福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我们来读 我读一节请你读一节 我读一节请你读一节 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离的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 称为受割离之人所起的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净处的人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各方靠他联络的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我们盼望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把教会的三项特质 你需要记下来的有一点点的说明 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知道 到底教会是什么 在第11到18节当中 我们要来看教会到底是什么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写教会 那么教会是什么呢 11到18节保罗用蛮长的篇幅 在写什么是教会 虽然在这一段八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教会这个词 但这就是教会最本质上的内容 到底什么是教会呢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词 请你看词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15节 就是那既在律法上的规条 未要将 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间便成就了和睦 16节 既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时 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 18节 因为我们 两下借着 两下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两下你在别人家没看过这个中文 对不对 请问你是在论语看到 还是在史记看到 还是在近代的文学里面看到 我告诉你没有 因为没有两下这个东西 什么叫两下呢 原来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请你写下来 什么叫做教会呢 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两下造成的新人 你说什么叫做两下呢 什么叫两下呢 就是 一下两下 是打人 还是跌倒 为什么说两下造成的新人呢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但我很喜欢这一个词 因为每一次我在想到教会的时候 我就想到它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什么是两下造成的新人呢 第十三节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这个你们是指的外邦人 你们是指的外邦人 可是十四节说 因他使什么 我们和睦 所以他说我们和睦 然后将两下和为一 所以这里有一个你们 有一个我们 我记得在讲第一章的十 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的时候 我有讲你们我们很重要 因为你们就不含我们 我们却不一定不含你们 对吗 你们不含我们 但是我们却不一定不含你们 是不是 当我们说你们的时候 一定我不在里面嘛 可是当我说我们的时候呢 你们可能在里面 你要知道这个在中文跟英文 都分不清楚 在台语是分得很清楚的 台语说我们的时候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我们不包含你 一个是我们包含你 对不对 会讲台语吗 当我们说你们都是 都是令对不对 那我们呢 gun还有呢 lan 请问lan是什么意思 包括你们的我们 那gun呢 不包括你们的我们 听得懂吗 那如果你是不懂台语的 你就不明白 那所以为什么台语比较难学 比较难学 因为他的区别比较细 他也讲话比较露骨 所以你如果唱台语的诗歌 你刚唱都鸡皮疙瘩都会起来 因为他表达的太 太 太细致 以及把内心的那种 都把它讲出来 他在台语在区别 你们跟我们的时候呢 你们是没问题的 你们就是一种人 就是不包含我就叫做你们 不管那个你们 是只有不包含我一个 还是不包含我们 总是不包含我 可是当我讲我们的时候呢 却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我们都是人 那你可以例外 我是不会反对的啦 但是你说我们怎么样这么说 也不一定包含你的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 在这边保罗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 这个我们就包含你们 所以重点在13节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就是清净神的意思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所以两下就是我们跟你们 两下就是我们跟你们 两下就是狭义的我们跟你们 所以这里是指什么呢 这里就指犹太人跟外邦人 犹太人跟外邦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指说 你们外邦人从前 没有在神的国里 可是现在却成为我们 而我们是两下和一 所造成的 原来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 过去有个隔断的墙 是基督把他拆毁了 而且以身体废掉冤仇 这段圣经所说的 就是他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按律法说 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分开的 如今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已经加两下 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造成一个新人 所以什么是教会呢 保罗在这边说 教会就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造成的新人 以我们现在来看 外邦人跟犹太人 合在一起是小事 犹太人不过是 所有人种的一种嘛 犹太人就是中东的一个民族 你到欧洲里面还有日耳曼人 日耳曼民族最讨厌的 就是犹太民族 还有阳格鲁撒克逊人 还有高卢人 北欧有斯坦丁纳维亚人 再远一点有俄罗斯人 如果往亚洲走 亚洲这里有华人 华人不要这样讲 华人要分为汉人 对不对 又满人 又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 有几十个族 然后再往东宜 还有好几个民族 在东南亚有好几个民族 台湾就还有好几个民族呢 可是 这是我们外邦人 或者是犹太人以外的 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看法 犹太人只不过是 所有的民族当中的一个民族嘛 可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看的 犹太人认为全世界 只分为两种人 一种叫做犹太人 一种叫做外邦人 你说为什么这么狭窄呢 你知道最靠近犹太人的 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也是这样分的 对吧 中国人就是说中国人跟什么 外国人嘛 所以我们称外族人为蛮夷之邦 你知道我到过很多国家 然后呢你知道每一个地区的华人 他们在称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的外国人 都是轻蔑的话 都是轻蔑的话 很奇怪 我们华人到了人家的地方 应该对别人尊重对不对 因为别人容得下我们 可是我们容不下别人 你知道菲律宾人的华人称 菲律宾人叫叫华那 然后他们讲说我们 就说咱是人 像咱是人而已 印度不是人 只有我们是人 他们不是人 你到印尼他们也这样讲 马来西亚也是 他们只要讲到自己 就是只要非我族类 就齐心可诸 只有我中华民族 汉族才是中心 当然我们在这边 没有要讲一国两制 或一边一国 或统一中国的议题 如果你会听到这种议题 是你心里面有这个议题 你心里面没这个议题 你不会听到这个议题的 听得懂吗 我们的教会是不谈这件事情的 请你不要误会 有一次2006年 我在这边讲一篇信息 讲完了之后 我们教会所有青蓝的 都说我是绿的 所有青绿的都说我是蓝的 我就很感谢主 我一定是讲对了 你才会这样看我 因为不然怎么青蓝的都说我是绿的呢 青绿的说我是蓝的呢 你知道有两位大佬 是青蓝的把我约谈 还要不让我讲道 我就心里想说你蓝到这个样子 还要禁止我讲道 很特别的 那你心里有的 不要投射在别人身上 别人不一定像你这么严重 听得懂吗 当我在讲中国的时候 请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讲中国的时候 是讲汉族 或者说中华民族 或者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用语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件事情 你知道 只有我们中国人这么的强势 我在欧洲这么多年 我看到 他们没有这么强势地认为 自己的种族这么伟大 我最后一次在一个 我最后一个回来的国家是瑞士 瑞士那个国家很奇怪 分成三块 一块是法语区 一块是德语区 一块是意大利语区 他们都认为我们是瑞士人 他们不会误会 以为他讲德语他是德国人 德国人也不把 讲德语的瑞士人认为是德国人 意大利也不把 讲意大利语的瑞士人 认为是意大利人 因为在欧洲有一个民族 成立很多国家的 也有很多民族成立一个国家的 可是中国人跟犹太人非常特别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直要帮我们统一起来 因为他们觉得不舒服 他们觉得不舒服 那如果到欧洲久了以后 你就会发觉 我不是在替台湾说话 我完全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一个民族成立两个国家 有什么困难呢 可是他们不行 他们不行 这就是他们心里面的 可是我们也不行 你说对吗 我们也不行 所以你就发觉 这个民族的问题 是很特别的一个问题 犹太人特别严重 他们特别严重 他们犹太人跟外邦人 跟非犹太人结婚 对于犹太人 他们简直不能接受 不要说现在还是这样 那2000年前更不可能了 当保罗说 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的时候 犹太人完全不能接受 为什么犹太的人有的时候 当他的家族的人 跟外邦人结婚 他就帮他做追思礼拜 你听得懂吗 帮他做追思礼拜 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人家要结婚 你还咒诅人家吗 对 因为你怎么可以嫁给 非犹太人呢 就对他们来说 是有困难的 所以当保罗写信给犹太人的时候 当保罗写信给外邦人的时候 说两下造成的新人 我告诉你 犹太人简直不能接受 不仅如此 当时的非犹太人也不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的缘故是 是你犹太人先不接受我 所以我不接受你 这观念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别人不接受你 你就不接受他呢 对吗 为什么别人不接受你 你就不接受他呢 如果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别人不接受你是他跟你的关系 你不接受他是你跟他的关系 如果在神的里面 他不接受我 是他的事情 我接不接受他 是我跟神的关系 我为什么要因为他接不接受我来决定 我接不接受他呢 如果他不接受我就决定了 我不接受他 那我就取决于他了嘛 那我就不取决于神了嘛 如果你取决于神 你就不应该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决定 我对别人的态度 我们应该以神对我们的态度来决定 我们对别人的态度 因此虽然当时是犹太人先不能接受外邦人 我告诉各位外邦人也不接受犹太人的 因为这个缘故当保罗说 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这一件事情 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启示 是没有人能明白的 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教会今天最重要的定义 就是教会永远是 各式各样的人 可以放在一起的地方 教会永远是 各式各样的人 可以放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保罗说 两下造成的新人 是非常耸动的事情 其实这个新人不仅是外邦人 变成犹太人 不仅不是外邦人变成犹太人 也不是犹太人变成外邦人 保罗的意思是 两下造成的新人 这个两下不是把犹太人变成外邦人 也不是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 而是这两下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可以合在一起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请看第一 教会不仅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第一 耶稣基督的救恩拆毁了 请你写下来 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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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不是以犹太人为主体 教会也不是以外邦人为主体的 教会不是这样 教会不是有些人来加入我们 教会不是有些没有信主的人 加到我们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是神拆毁了 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 昨天我们在这里施行水礼 很开心 有十几个 有十个弟兄姐妹 受洗归入教会 然后他们的家人 朋友来了 就在这边 那么我们在这边施洗 施洗完了之后呢 就给他们受洗证书 然后给他们一个礼物 当我们把受洗证书 跟礼物拿给他的时候 我们就照相 我跟洪信传道给他们施洗 所以三个人照相 照完来说 请亲友团上来 他就哇就冲上来 然后就在一起 那我们就在一起照相 然后就照了十张团体照 十张团体照 我们可以在口头上这样讲 说欢迎加入教会 我们可以口头上这样讲 可是我们的概念 却不应该是这样 好像他们是少数 加入我们是多数 我告诉各位 教会没有少数多数的问题 教会只有耶稣基督 拆毁了我们人和人中间 隔断的墙的问题 当我们讲到 基督的救恩 拆毁了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 是在 以福所书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 一到十节是可以这样讲说 耶稣基督拆毁了人和神中间隔断的墙 那是指的 我们从死与活 我们在恩与信里面 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和睦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成就了我们的和睦 但是在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讲到是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人跟人之间 有没有隔断的墙 有 有很多隔断的墙 很多隔断的墙 我们在 在我们当中呢 什么是教会呢 教会就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可是我们不明白 人跟人有这么多隔断的墙吗 我告诉各位 有太多隔断的墙 太多隔断的墙 政治思想时我们不能和睦 对吗 又要到选举了 台湾的选举炒作都很早就开始 对不对 2016年才要开始选举 可是我们很紧张 不过没关系 我告诉你 再过20年也就不会这样了 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我告诉你 我197几年 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读到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才刚刚要解研 后来就解研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我们政治 政治的老师 跟我们法律的老师谈 就说为什么要弄成这样 你知道我们那些老师 后来就 我有一个老师 是后来做了大法官 后来就做了司法院院长 翁月生老师 每次我们讲得很激动 他就跟我们说 政治是慢慢来的 我们说啊 还要多慢啊 还要多慢啊 他就说政治本来就这样 我们就常常问他说 为什么立法院都选出这么多 不好的黑金的立法委员呢 因为他说 因为立法委员是人民的代表 有多少黑金 就会选出多少的黑金代表 有没有道理 很好嘛 对不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 我就慢慢的 我就说啊 我就慢慢的能够接受一些问题 我们老觉得别人不对 我告诉你 你可能也戴着眼镜 看了别人的 政治思想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中间隔断的墙 那你是什么党派 你支持什么政党 就壁垒分明 可是我告诉你 慢慢的会淡化 在很多国家 你要投票还要先登记 如果你没有登记 你还不能去投票 你听个懂吗 因为他不要浪费这么多的资源 不要每一个人都可以投票 要投票的 有意见的来投 很多人是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为什么 因为进步到一个地步 就不会有太多的意见 我最近刚刚从瑞士回来 你知道 他们公投之多啊 他们公投 他们分好几种啊 国家的是什么颜色的纸 然后 这一周的 或这一个市的 或这一个村的 我用台湾的 明白的这个语言来用 他们常常在他们的信箱里面打开来 就有个颜色的纸 比如说什么颜色 淡蓝色的 我就是随便举例颜色 淡蓝色是国家的 那省的是什么颜色的 他们打开来就是要公投 就是要公投 要公投 他就看那个题目 他们随时可以提案 几个人 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就可以提不等的提案 要公投 可是你如果你要公投的话 你要去登记 如果这个议案你要公投 你要去登记说 我愿意公投 你愿意公投 所以提案成立公投 是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公投要过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听得懂吗 所以就让人民有个机会 他可以公投 你看到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要投票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进步到一个地步 可是我们很辛苦 我们很辛苦 你就会发现 政治是我们很多很多人的想法 是很不舒服的 我因为在这次到了瑞士 我去了好几次了 这一次他们就跟我说 李长老 你进去过那个联合国里面 去看过吗 我说我没有 他说那我们到里面走走 我说好 我想说联合国还不错 还让人家都可以进去 我就进去 后来他就说 他说我们到他们福利社 买点东西 我说好 我说哇 联合国还有福利社 后来我想想立法院也有福利社 所以也是一样的 后来我们就进去了 进去就在那边门口 门口等 大阵仗的 就是摆了 那个巨码 摆了什么东西 我就心想说 原来全世界都一样的 到那边 然后就说要到那边 那他们都是有身份证的 他们就是有 都是联合国的职员 他们给他看了一眼 他就说过 过 过到我 他就说 我就过去 他说你要检查 我说当然要检查 所以包都放在那边 给他检查完了 我就到那边 他说办证件 办证件 他说来 你的证件 我就把中华民国的护照给他 他看了以后 他就用法语 跟那个带我去的人说 他不能参观我们联合国 那我的朋友说 为什么不能参观 我带过很多人来过 他说因为这本护照 这本是不被承认的护照 中华民国护照还不被承认 那你是不常出国 我告诉你我常出国 没有不承认中华民国护照的地方 如果不是免签 就是路已经买通了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签证 签证就是买 就是花钱给他买路 我说这个是可以用的 他说不可以用 后来他就说这样好了 你身上有任何一个ID都可以 只要有照片跟那个都可以了 后来我就说 我就找了 我说我什么都没带 什么都没带 他说信用卡也可以 只要上面有照片 我就说我信用卡也没带 什么都没带 他就说那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你没有 可以证明你身份的 我说护照不就是证明身份的吗 他说因为台湾的护照 不被联合国承认 我说那为什么各国都承认我们呢 他说以前我们是承认的 但中国最近一直再三的抗议 现在这个护照已经不能用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合法的护照 所以我就明白了 下次要带台胞证才对 下次要带台胞证才对 那我当时我就有一股气上来 原来台湾的这一本护照 还比不过一个台湾的银行 发的信用卡 你听得懂吗 如果我有一张信用卡 上面有一张我的照片 我就可以进去了 那个是台湾的一个银行发的 可是比台湾的护照 还要好用 到了联合国的时候 我就很惊讶 后来我就跟他说这样不合理吧 结果我那朋友也 我朋友是在里面当联合国 当职员的 他就跟他说 他说你这样太不合理了 太不合理了 那这样怎么行呢 对不对 那台湾人都不用进来参观 那我们带进去都不行 后来那个职员就跟他说 那个职员就跟他说 你知道我们也很为难 我们实在是 我们实在是 我们实在是愿意 可是没有办法 后来他就说 这样好了 你只要任何证件都给我看一眼 我就拿了 随便拿一个证件给他 其实上面也没有照片 他看了也好 可以了 就登记 然后进去了 他说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没有关系 想到就有气 对不对 你看 政治思想 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政治思想 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那现在讲起来 就听笑话了 可是当时是有点生气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呢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呢 大家都可以进去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呢 结果我进去之后 到他们福利社 我告诉你 我后来就后悔了 我说干嘛来这个福利社呢 天花板也没有我们这里高 你以为联合国的福利社 一定很有样子 对不对 我们这边的全联的 四分之一的尺寸都没有 里面没有卖什么东西 就去买几条巧克力 买几包起司就回来了 这样要去联合国干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何必要进去呢 可是这样走进去就发现 你看 政治思想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它隔断 就是说是他们打压我 可是我也生气了 你听得懂吗 如果他打压我 我不生气我也没问题 不仅如此 金钱也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你发现有钱人跟没钱人 很难相处 很难沟通 很难来往 为什么呢 其实也不见得是 有钱人看不起没钱人 也不是 更可能是没钱人 不屑跟有钱人来往 我常常跟 有些人说 你不要这么气那些有钱人 他说他们都是同臭味 如果我跟他比较熟 我就跟他说 等你像他那么有钱的时候 你恐怕比他还更臭 他已经很节制了 很多时候更是我们 发现是价值观的问题 价值观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种族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有一次我从芝加哥出来 芝加哥出来的时候 我在办 他就说 他说你行李拿到那边去检查 那我们就乖乖的 就车子来了 我们就把他放在车上面 就有人帮我们推到那边去检查 结果我朋友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就在那边看我 看我check in check in完他就跟我说 他就跟我说 他就在 那个人在帮我推车 行李送到那边去检查之后 他就跟我说 他没有种族歧视 我说有吗 我说我不知道 到那边 他就跟那个检查行李人说 他说你们有discrimination 我跟你讲 结果那个人在搬行李 下一条就放下来说 你不要这样讲我 这不是我的事 他说不管是不是你们的事情 在那边check in的时候 所有的白人 特别是美国人 都直接把行李送进去 为什么这些不是白人的 而不是美国人的 就要行李拿到这边来检查呢 他就说你不要这样讲 不要这样讲 这个罪名很大 你看到没有 中间隔断的墙 中间隔断的墙 有种族歧视 不仅是歧视别人 那有问题 被歧视的人也很不舒服 对吧 我常常在想 如果他歧视我 我被他歧视就没问题了 所以他歧视我 我就起来反抗 就是中间隔断的墙 不仅种族是这样 性格也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性格慢的人 中间有隔断的墙 讲理和讲情的人 中间有隔断的墙 那不讲理讲什么呢 讲理的人说 讲情的说 你没听过情理法吗 所以是隔断的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分析 你没有发现 你一分析 你稍稍思想 你就会发觉 我们人跟人之间 有隔断的墙 但基督已经在 十字架上面 废掉这个冤仇 所以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我们中间 隔断的墙被拆毁 使我们可以和睦 我不知道你的教会里面 不喜欢哪些人 我不知道 但基督已经拆毁了 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这就是教会 是我们是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做 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常常说 高的人 就是比我高的人 叫太高 比我矮的人 叫太矮 比我胖的人 叫太胖 比我瘦的人 叫太瘦 我女儿在这边 我讲她 她要骂我 不过这个我以前讲过了 应该可以 她有一次 跑来我面前 拿着她小学 那些几年级的字给我看 她说 妈 爸爸你看 她说你看我小时候写的字 丑死了 她一直在笑她自己 小时候写的字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是她自己小时候的 我就跟她说 这是你小时候写的字 如果不是当时这样 你现在也不会写出 那么漂亮的字 她说可是为什么会这么丑呢 你看连自己都会笑 笑自己跟自己比 比你写字写的丑的叫做什么 丑死了 那比你写字写的漂亮的 你怎么说啊 写那么漂亮要死啊 但基督使我们中间 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你在教会很难生存 教会总有个性比你急的 教会总有个性比你慢的 教会总有一些比你讲理的 教会也总有一些比你看情面的 如果你要不接受别人 你会很辛苦 所以我常常在教会说 别人接不接受你是他跟上帝的事情 你接不接受他是你跟上帝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因为他不接受你 而不接受他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他不接受你 你因为他不接受你 你就不接受他 你不是取决于他吗 你为什么不取决于上帝呢 上帝已经接纳我们了 上帝也接纳他了 上帝照他的本相接纳他 昨天我在家里 我突然想到上帝是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那我为什么不能照他现在的本相接纳他呢 他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这样接纳他 这就是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 但中间隔断的墙最重要的原因是罪 请你写下来 你说不 那是不是有罪的问题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如果不谈罪还好 一谈罪耶稣基督专门解决罪的 不是吗 所以如果中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最重要的是罪的问题 那不是更解决了吗 还不是性格的问题 还不是种族的问题 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 不是快慢的问题 不是高矮的问题 是罪的问题 如果中间隔断的墙最主要是罪 那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拆毁了吗 他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 他挂在十字架上面 就是要打通人跟神之间的道路 所以他说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因为他挂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在重的上面 我们跟神的拦阻已经除掉了 因为他挂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我们横向的跟人之间的隔断的墙 也被拆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妹都了解这件事情 你不可能在教会找到跟你一样的人 你再也找不到了 因为只有你一个 你是这么的特殊 但请你也接纳那一些 跟你这样一样这么特殊的人 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你是一个刚强的人 你是一个有疾病的人 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们每一个状况不一样 耶稣基督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最重要的原因是罪 但是罪正是耶稣基督拆毁的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可能中间还有嫉妒 还有纷争 还有看法不同 还有背后说人的 或者有觉得自己被委屈而受伤的 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要解决 我要说的事情是 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这些 不要再把这些事情拿出来做文章 这对你太不划算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 第二 教会是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请你写下来 十九节 二十节 就继续的讲 除了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 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 而这个隔断的墙最主要是罪 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 而教会是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我们来读十九节 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我们称之为教会 我们称之为教会 那到底什么是使徒 什么是先知呢 是不是有教会说 我们这里有使徒 我们这里有先知 他就是教会 而有一个教会 没有说我们这里有使徒 我们这里有先知 他就不是教会呢 不是 因为在这里使徒和先知 并不是指的人而言 而是指着有这样的性质 或有这样的工作或有这样的表现的 所以使徒是什么呢 使徒是神所拣选的意思 使徒是神所拆派的意思 最狭义的使徒是从神而来的意思 旧约先知以外 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上帝 所派来我们当中的使者 这个当然可以称为使徒 是上帝所拆来的 但是我们从新约讲起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 这就是使徒 耶稣基督所拣选的 后来保罗说他也是使徒 这个当然有耶稣基督跟圣灵做印证 后来圣经在哥林多书信说 一时又显给五百个使徒看 所以是有使徒这个概念 那弟兄姐妹 什么是使徒呢 使徒就是神在他身上掌权 并得以差遣他的叫做使徒 神在你身上可以掌权 并得以差遣你的叫做使徒 如果具体讲使徒的工作是什么呢 在地补第十二位使徒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定义 他们说谁可以选进来 做这第十二位使徒呢 他们说必须与十一位使徒 一同做基督复活的见证 基督复活的见证 到哥林多书信那里又有个说法 说使徒是做主复活的见证 所以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 在以福所书这里的使徒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功能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表现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作用 所以什么叫做教会呢 教会就是能够彰显出 主复活的地方 请你写下来 教会是见证主复活的地方 主复活的地方 哪里有主复活的见证 哪里就是教会 哪里是主复活见证的团体 那个就是教会 哪里可以见证主复活 那里就有使徒的工作 教会是见证主复活的地方 如果我们的身上有主复活的见证 我们就在教会的里面 什么就是主复活的见证呢 就是胜过死亡的意思 如果我们的身上有胜过死亡的见证 什么就是胜过死亡的见证呢 如果你能够忧伤变成喜乐 这是主复活的见证 如果有人疾病得着医治 这是主复活的见证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说哇 有神医 我觉得非常感谢主 可是你不用高举这件事情 因为在教会里面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忧伤变成喜乐 这在教会里面也很正常 人来看是绝不可能 可是神来做就一点不困难 如果主的复活的见证 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你被背叛 你不会寻求报复 这是主复活的见证 如果你被伤害 你可以饶恕对方 这个叫做主复活的见证 哪里有主复活的见证 哪里就是教会 哪里就是教会 我几年前因为一些事情 我就得了忧郁症 蛮严重 后来我就开始吃药 我吃了一年多 我每天都吃 我不敢一天不吃 不敢一天不吃 这医生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 他就跟我说 你吃着 你不能停 有一天我在读圣经 因为那天在清西堂 要教成人主日学 我就在那边预备的时候 我在预备的时候 后来我在预备的时候 就听到 有声音跟我说 你不用吃药了 我吓一跳 我就说 原来我病得还蛮严重的 因为听到 幻听 后来我就在读圣经 过了一会儿 那声音又来了 就说你不用再吃药了 我又吓一跳 可是我就很警觉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我就想起 撒摩尔 第三次 如果再来第三次 可能是从神来的 以后我就在读圣经 就是在那短短 就几分钟 可能都没超过一分钟 因为跟神来往 速度是非常快的 超过你能够明白的快 后来第三次又来了 我就听到 我就说 我说原来主要医治我了 主要医治我了 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吃药 我没打电话给医生 也不敢跟我太太说 我就没有吃药 以后第二天我就碰到医生 我去跟医生说 说我的情况是这样 那医生就看着我 然后就跟我说 好 你要暂时留着 先不吃 我们看一段时间 以后 时候到了 我就跟医生拿药 时候到了 我就跟医生拿药 我就一直放着 一直放着 一直放着 到一两年之后 这些所有的药都过期了 我也有把握了 我就把药全部丢掉 一直到现在 这就是主复活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哪里有主复活的见证 哪里就是教会 哪里就是教会 那你应该来到主的面前 让主的恩典临到你 我不再想神奇鬼怪的事情 你放心好了 但是如果你不经历这种事情 你不知道哪里是教会 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而使徒就是指见证主复活 第二先知是什么呢 先知是充满主话语的地方 请你写下来 先知是什么 先知最主要的不是预先说 先知最主要的是代替说 用英文讲比较容易明白 先知不是foretelling F-O-R-E foretelling 不是预先说 先知是foretelling F-O-R-T-H-T-E-L-I-N-G 是说出来 是代替说 所以先知是替神说 先知不是预先说 可是我请问你 预先说跟替神说 哪一个范围比较大 预先说还是代替说 当然代替说 因为神可以说过去的事 也可以要求我们现在的行为 神可不可以说未来的状况 可不可以 如果有一个人 他说神告诉我将来去做什么事情 你先不要急 也有可能从神来的 不可能 不是每一个人这样讲 都是从神来的 但也有可能从神来的 我们不要判断他 我们为他祷告 给他建议 然后就看他 因为有可能是从神来的 因为从神来的 有可能讲过去的事情 有可能讲现在的事情 有可能讲未来的事情 可是预先说 如果你一直强调预先说 那么你就会一直看着未来 你就会想要学习知道 我没有说这个不好 学习知道未来的事情 可是你现在都不好好的 照主的话做 你要知道未来做什么呢 所以先知不是预先说 先知主要是代替说 所以教会是充满主话语的地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为什么教会要你读圣经呢 因为你好好的读圣经 你看着神叫我这样说 神叫我这样做 我就这样说 我就这样做 那么这就是教会 主日崇拜你听到的 我不都对 但可能有神要对你说的话 当你听到神对你说的话 不一定透过我 你明白了 你照着做 这叫做充满主话语的地方 所以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是指神有作为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作为呢 如果有它就是教会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神的作为呢 它就不是教会 那有没有大家可以自己看 所以所谓的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 就是指的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看到蓬勃的朝气 有祖复活的见证 有胜过鬼的瑕疵 昨天我妈妈打电话给我 就跟我说 教会里面有听到一件事情 好像有一个人是不是被鬼附 她说有人来找我 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去赶鬼 那我妈妈跟她说 说李健是不管这件事情的 我没有跟我妈妈多说 我怎么不管呢 教会有鬼附的事情 我怎么不管呢 不仅我管你也管 你听得懂吗 怎么不管呢 我没有跟我妈妈说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相关的人 我说如果有我就去 怎么不管呢 这是主复活的见证 主话语告诉我们要这样做 当然去啊 哪里有鬼哪里就我们去啊 那鬼我们都不去 那我们去哪里呢 教会有赶鬼 教会有医病 教会有话语 教会有大能 教会有忧伤要得安慰 教会有伤心的人 你要鼓励他 教会有软弱的人 我们要使他刚强 这都是教会 这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是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第三 教会以耶稣基督为仿角石 当我们讲到这么多 你说原来有神迹的地方 就是教会吗 不 不是有神迹的地方 就是教会 只有有耶稣基督的地方 才是教会 因为第十九节 二十节的最后面 十九节的最后面说 并且二十节 说有耶稣基督自己为仿角石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仿角石 什么叫做仿角石呢 根据考古 根据考据 仿角石在第一世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他们建造房子的时候呢 上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记 这个叫做仿角石 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在建造房子的时候 第一个放下去的准石 就是以这个为基准盖房子的 叫做仿角石 两个在中东都有可能 其实以耶稣基督为仿角石 两个也都对 不过我们看旧约 特别在诗篇 以赛亚村那里讲到的 然后读到使徒行乱第四章十一节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做仿角石 是指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做头一个 因此我们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上面 今天所有教会的问题 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解决 因为他就是仿角石 当我们讨论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决定方向的时候 我们是以谁来做决定的 是以长老来做决定吗 是以会友来做决定吗 是以人数来做决定吗 不是 是以耶稣基督来做决定的 因为这个缘故 什么是教会 第一 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第二 第二 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第三 教会以谁为仿角石 耶稣基督为仿角石 求神让我们今天知道教会的组成是什么 当我讲教会的组成的时候 不是讲教会的人口怎么组成的 乃是讲教会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早早的拆派先知来到我们当中 告诉我们 告诉以色列人 你怎么样的爱他们 一直到耶稣基督来 不仅是用口说爱 并且用行动真正活出爱 他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了我们的罪恶 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使我们得到救赎的机会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来了 不仅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你打开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 打通了你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条路 你也拆毁了我们和人之间隔断的墙 主要如今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看待别人 我也求亲爱的主在我们的身上 做奇妙的工作 让临生南路礼拜堂成为一个见证 主复活的地方 让临生南路礼拜堂成为一个 充满主话语的地方 而我们都以你为我们的防脚石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在各地的家人 以及在普世 神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